另外一关新闹今年是民进党创党37周年 民进党周日也将举办党庆 总统蔡英文党主席赖清德将会同场造势 这次规划户外音乐会 邀请2024挺台湾竞选专辑的歌手 跟大家一起同乐 而这名饶舌歌手大吉则是活动的神秘嘉宾 他也替赖清德写最新的竞选歌曲 节奏相当轻快 大吉也说了这首歌是台湾队长2.0的版本 传递的讯息就是我们都在同一队一起挺台湾 戴上古早味的仙草茶记表演人员加油打气 副总统莱清德到国家两厅院 看金马六十电影音乐会的彩排 你们扮演的非常关键的角色 用音乐回顾台湾电影100年20组表演团体 建立演唱经典配乐 难道有空可以坐下来 静静感受台湾电影的百年风采 赖清德拼选战 今年民进党党庆将在24号登场 配合赖清德选举造势 当目前将办户外音乐会 邀请2024挺台湾竞选专辑歌手一起嗨翻 包括许大侠 包括魏买家来演唱挺台湾应援曲 以及还有录的2024的这个胜选版 将会由这个林中心跟这个黄佩淑来领唱 除了不同世代艺人演出还有超大咖的神秘嘉宾 轻快的节奏跟曲风就是饶蛇歌手 大第一帮赖清德写的竞选歌曲 听台湾充满浓浓台湾意象 我期待这首歌是台湾队长2.0的版本 那我希望它不是只是讲述政绩 而是一首格局很大的一首歌曲 我希望它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 我们都在同一队 然后我们都是听台湾 我们一起挺台湾 我们队内或许有竞争 但是对外我们都是听台湾 我们要团结一致 面对世界的变局 让台湾更繁荣更和平更民主 歌词超激励人心唱出台湾人的团结 也要用音乐为选战加温 记得稍微转转 台湾报道